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 《入菩萨心的安忍品》当中 前面已经讲了 遮破自主的灼害者 前面已经讲的 对灼害者来讲了 身不由己 这个道理已经讲了 那么现在讲的是 自由自主的灼害者 这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破身物 灼物 还有破肠物 首先第一个问题 因为外道 我们前面学过 其他相关的论典当中 也应该有了解到 深能外道和受能外道 实际上是所有外道的根本 如果我们遮破了 它们的观点 基本上其他很多的外道 也是观点比较一致的 因此也能遮破 当然有些讲义的讲法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主要是神论派和 受能派的主我生我的造作者不成立 当然我们这里的主体 主要自相续当中产生嗔恨心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这种产生嗔恨心 实际上对方来讲 也是神不由己 对我们来讲 也是各种因缘聚合的 从真实的角度来讲 不应该产生嗔恨心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有些外道 不管是世间当中的 苦乐也好 贪嗔也好 世间的一切分别念 七世纪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的造物者 也就是他们的诸物来制造的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主要是在这里一边 讲我们嗔恨心的来源 按照外道的说法 以造物者来所造 这也不合理 同时也要了解到 所谓的嗔恨心它是自然而产生 或者说有些专门有造作者 这种说法也不合理 就是从两个方面 来进行解说 首先是 他这里就是说 因为生能外道和数能外道 他们都承认 比如说生能外道 数能外道二十五种所知当中 他们也认为是 所谓的诸物一切世间的造作者 然后生能外道 他也承认为有一种生物 这种生物具有五种特点 他也是能制造一切万物 那么这样 我们就开始问他们 你们所承许的 不管是诸物也好 或者说你们自己所家里的 所谓的常有的我 这样的诸物 不可能造作世间的 为什么不可能造作世间呢 首先是他自己不能产生 因为诸物不可能 他就故意地 特意想要制造自己 产生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你们承认为是 常有的缘故 如果他是常有的话 那么自己产生自己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连自己的本体 都没有产生 他要制造万物 那根本不可能现实的事情了 世女的儿子 他自己的本体都没有成立 他要制造整个世界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诸物不可能思维将要产生 自己而生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不生的缘故就是无果 我们这个不生无果 两方面来可以理解 一方面 因为你们的诸物生物 他是常有的缘故 从来都是没有产生的 没有产生的话 那他自己后面 他本身的果 怎么会产生呢 他自己是常有的缘故 怎么会是他自己产生 如果他自己不产生 那世间万物怎么会能产生呢 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离破也可以 或者说 因为你们所承认的常物 诸物是常有的缘故 他的本体是不能产生的 如果他的本体是常有 而不能产生的话 依靠他产生的世间 七世间 有性世间的万物的果 怎么会是有呢 绝对不可能有的 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来解释 也可以 所以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 应该看出来 所谓的嗔恨心 嗔恨心造作的来源 依靠诸物而产生 也绝对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们称认为是常有 如果是常有 那不会有产生的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可能产生之果 尤其犹如十女的儿子 当然下面的这种推理方式 按照三所海的观点来推理 也可以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应该了解 世间当中古代的时候 古印度主要是 素轮外道和四轮外道应该产生 他们承认为是 所谓的常物来制造万物 那么现在的有些 其他的一些宗教 也有这方面相似的说法 但我们也具体没有研究 他们自从的一些 详细的分类和观点 所以具体他们怎么样承认呢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比如说像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他们基本上也是承认为 有一种造物者 就是造物者 比如说按照道教 道教以道德经为根据 那么道德经 大概是在四十二章当中吧 四十二章当中他们认为是 依靠道产生意 然后一产生二 二产生三 三产生整个世间的万物 而且这种所谓的道 并不是我们现在人们 所承认的这种道义 一种人道 不是这个 他所讲的这种道 应该说是 相当于我们佛教 所讲的空性一样 《道德经》大概在四十章吧 四十章里面也是说了 世间万物来源于物 也就是生于物 产五种生有 空性当中产生 但是具体他们怎么承认呢 也不好说的 所以从有些字面上看 他们也承认 这种道是恒尚 稳固的 而且是依靠我们的言语来 无法标权 无法言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他们真正承认为 所谓的道是常有 那必须要离开这种过患 超越这个过患 否则我们用这种道理 来进行博士的时候 对方怎么样回答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也是大家需要 值得观察的 然后一般来讲 像以斯兰教 以斯兰教主要是 以《古难经》为根据 那么以这些历史当中 他们认为有一种叫做真主 真实的主物 依靠真主来制造 整个世间的天地万物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 一切现象 依靠真主来所造的 而且他们的世间观 也是这样要求 凡是穆斯林所有的教徒 必须要掌握这个观点 有些论典当中 也一再这样强调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面 看他们所谓的这种真主 到底像外道所承认的 那样是常有 还是无常的东西 这方面也可能 需要值得观察的 然后像基督教 大家也清楚 基督教一般都认为 上帝制造神 神整个世间次第心的 出现整个天地论 所有的世间 以次第心而造的 比如说有些论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他们认为第一天的时候 上帝化为神制造白昼黑夜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制造空气等 世间当中的一切现象 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应该制造大地 大海 还有包括一些植物等等 这些制造的 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制造日月形成 然后第五天 制造一些世间的 雨率 飞沁等等 就是这些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制造什么猛兽 野兽 包括人类 男女像等等 这些整个上帝或者神 上帝的化现 变为神 神开始制造 当然他们有些 神经的观点解释的论典 也有所不同的 但是众的大概也是这样来解释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宗教 应该说是在世间场 包括我们的佛教在内 世间十大宗教吧 他们的有些说法里面 都承认为是 包括我们的苦乐也好 感受 西世界和有情世界 所有的万物 都是依靠上帝 或者证物 或者一些道来制造的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分析 最关键的问题 他们承不承认 它是一种常有的东西 如果是常有的东西 那必须要抛开这种过失 如果不是常有 那么他们制造的这种方式 也应该有解释的 但是据说有些 比如说现在一些世间的学者 对他们进行探讨 或者是对他们进行听闻论的时候 他们都说这是神的境界 这是不可言说的 我们的分别念来 不能随便去横辞 等等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像佛教当中 有些生意的境界那样 也的的确确是 我们分别念来无法衡量的 可是我们世间的万物 真的有一个 不管是上帝也好 诸物也好 谁来造的话 那么这个应该是用语言 或者是用怎么样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现代人面前 应该可能要宣说 如果没有宣说 那这个问题恐怕能不能解释 因此现在很多宗教学者 这方面也正在研究 我听新闻里面 前一段时间在西方人 专门组织一批 非常有学问的一些学者 然后要采访各种宗教的一些 最关键的一些世界观 和一些人身的价值观 等等这方面 但这些人到底能问多少 也是不好说的 因为他们有些人 比如说像我是这样认为的 佛教他自己也是 最起码也是要学很长时间的佛教 如果对佛教的基本知识 没有学的话 恐怕到佛教的团体当中 来问问题的话 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不要说佛教的观点 然后我们利用很长的时间 你这个人是再聪明的话 可能利用很长的时间 先把佛教的思想给他讲清楚 他基本上明白 以后才有权利提问题 否则我想很多人 都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对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其他的一些宗教 也不太清楚 总的来讲 我们也是应该要了解一些 其他的宗教的 基本的一些知识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们作为佛教徒 对外道 世间的学问 这些一点都不了解 当然你坐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你什么都不管 自己闭目思绣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你要弘法力士 你要面对世间的很多人 你不了解一点 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在了解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我们自己佛教的 无常的这种见解 你一定要深信不疑 否则你要研究 别的宗教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也是 逐渐逐渐会趋入 到里面去了 这样以后 我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的可惜 真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们获得人生以后 不学宗教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可惜的 学了宗教当中 也是不学佛教是更可惜的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 自宗的角度来 因为对自己的自宗 应该通过教证 理证 多年的闻思修行以后 身心不疑的角度而讲的 并不是贪执自宗 而嗔恨他宗 绝对是没有这样的 也许别的宗教 也的确是有这样的 但是我也是非常羡慕 别的宗教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有些别的宗教 现在基督教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对整个 他们里面很多人 跟我们藏传佛教的 有些个别上师的做法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们藏传佛教 当然不是大多数的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每天都是宣扬自己 虚垂自己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搞世间法 有些就是以贫穷的方式来 有些是以富裕的方式 凡是通过各种方式来 自我宣传这个为主 而有些基督教 他们把自己的个人宣传全部抛开 一定要把他们宗教的精神 怎么样面对世人 怎么样相应社会 怎么样救护这些苦难的众生 通过这种方式成千上万的人 对他的脚下不得不恭敬 所以有些行为上的的确确 我是非常赞叹他们的 当然有些人认为 我这个行为上要赞叹 是不是我会加入他们的宗教呢 这是有生之量当中 绝对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自己的宗派 有深信不业的 我对我的佛教 哪怕是我今天 我的身体焚身吹骨也是 我这个信心斑蝶也是不会变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有些行为 就是在我们的佛教徒和 其他的一些教徒当中 比较起来的时候 的的确确我们有些 很有享有名声的一些高僧大德 也是不如有些别的宗教的 一些普通的一个教徒 他们的利他的心 他们对社会的吸引 对自己宗教的维护 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想说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应该摆在面前的 有目共睹的事情 不用我在这里拔门龙佛 我觉得没有必要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总的来讲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 在了解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是最好不要吸进去 下面就是说 别破常恶 破享用者和破能生果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破享用者 他这里 对方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生活 依靠主物来享用整个对境 因为外道 他们都认为 比如说 数能外道 他们的常物生物以外 还有二十三种现象 依靠主物而产生的 而常物享用外境 比如说摄身香味 外面的一些整个环境 要享用的话 他可以享用 他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说为什么不对呢 你既然是常物 常有的话 那么他即使享用 外面的一切外境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是常有 当你享用三月外境的状态 永远都是不能熄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应来是常有的 比如说 我是所谓的 他们的常物 我如果是常物 我看见外面有一位怨恨的敌人 我对他产生 一个强烈的嗔恨心 那么当我嗔恨心的本体 未来也是应该这样的 现在也应该这样 过去也应该如此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常物的缘故 如果我今天对他生嗔恨心 明天不生嗔恨心 那说明我的状态有变化的 我随着外境而有变化的 如果我们无常的话 可以有这种变化的 我的眼神看见外境的时候 一旦外境的色法消失之后 让我的眼神从此而中断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眼神依靠外境 作严格而产生的 那么这些因缘不具足的时候 当它的相续可以有中断的时刻 就是有的 可是你们所承认的这种常我 哪里有这种机会呢 不应该有的 当你不管是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善于外境的时候 那这种外境永远也是不会有改变 那这样一来 你们所谓的常我者 所听到的声音 永远都是要听到的 所看见的色法 永远都看见的 要么你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那样 永远也是看不见 听不见 应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才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又通过这种方式来折破 那就很容易的折破 因此千万不能承认为 是一种常有的东西来做事情 如果这样 那就是不合理的 这个意思 下面破能上过 比我说是常 无作如虚空 因为这个前面主要是破 素能外道的观点 那么这个就是破 神能外道的观点 而神能外道所承认的 所谓的常我 跟前面有点不相同的 他这里承认为是一种无情法 然后同时也承认 具有五种特点 便于一切 常有的 唯一的 能享受一切外境等等 这些我们以前学过 《成心宝珠论》 还有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 都学过 所以说我想 我们在这里不光说吧 尤其是外道的观点 全知无光尊哉 如意宝藏论和 宗培宝藏论等等 相关论典当中讲得特别广 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么他这里说 比我若是常 无作是虚空 如果我是常有 那绝对不可能产生他的各种果 或者享受外境的 这种机会是不能有的 为什么呢 你因为承认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你们所承认的 常有的我作为有法 他永远也是 不能做任何事情 因为是常有的缘故 犹如虚空 我们通过推理的方式来 也可以这样证实 因此假如说你的相续当中 产生嗔恨心 如果他是常我的话 那就永远也是不可能产生 要么你的嗔恨 永远也是不能推 要么你的嗔恨 永远也不要产生 应该有这样的 可是世间上 常我所造的 世间所有的众生 尤其是我们人类而言 常我所造的人类的 这种嗔恨心并不是这样的 偶尔产生 偶尔不产生 这种情况是 我们显而易见的事情 所以你们这样的观点 是不合理的意思 下面就是说 对方如果这样认为 虽然是所谓的常我 应该它的本体上是 没有任何变化 是常有的 可是有时候它产生 有时候不产生 是有原因的 因为依靠外缘 依靠居生缘来支配 所以有时候会产生 有时候不会产生 对方给我们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认为 好像比如说 种子的相续 不来的时候是存在的 可是我们地水火风的居生缘 存在的时候它可以成长 如果居生缘没有 存在的时候不成长 对方把相续 所谓的相续跟常有 堪称是一体 这是非常大的错误 我们世间从来 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认为昨天的柱子 是今天的柱子 昨天的河流 是今天的河流 把相似的相续 看作为常有 这是错误的一种观念 所以对方也是这样认为 诸我的本体应该是常有的 可是依靠居生缘 有时候会产生 有时候不会产生 这也是合理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拨持它的时候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了 怎么不合理呢 总于他缘持恶 不动无边因 他这里说 你们这种说法 完全是不合理的了 为什么不合理呢 既然说你们所谓的常我 常我它是常有 不变的东西 如果它的本体真正是常有 那么纵然遇到了多少个居生缘 多少个居生缘 那么它的本体跟前面一幕一样 不能有任何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本体就像金刚一样 始终都是无前无后的 就是如如如不动的 常有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依靠居生缘 改变它原来的状态 那所谓的无常法 也是成了这样的 那这个根本不合理的 我们平时也可以这样想 如果真的是 依靠外面的外缘来改变它的形状 那绝对是无常法了 或者说它的本体是常有 也是它依靠 还没有接触居生缘的时候的本体 已经接触了居生缘的时候的本体 是一体还是他体 如果你说是他体 那么原来常有的东西 现在变成无常了 如果你说是一体 那我们以前经常用的这种推理一样的 就是没有依靠居生缘的本体 也应该变成依靠居生缘的本体了 依靠居生缘的本体 也应该变成了 没有依靠居生缘的本体 等等有无数的过失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们这样说 他正在起作用 依靠居生缘来 对他进行起作用 比如说他说 住居的嗔恨性的本体 应该是如如不动的 跟以前一模一样 可是后来依靠怨敌 不乐意的作意等等 这些违缘具足的时候 你产生嗔恨性 那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你嗔恨性的本体 正在起作用的时候和 没有起作用的时候 一模一样的 那一模一样 后来居生缘的作意等等 对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为作用此即此 我作何相干 如果对方实际上说的 啊 我们所谓的长我本体 也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所谓的作用 它对长我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应该是合理的 对方如果这样说 那也是不合理的 你们所谓的作用 与长我互相关系 这是到底什么意思 绝对不可能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你所谓的作用 应该是一种无常的法 而你与他结上因缘的长我 长有的法 那么长和无常 怎么会有这个关系呢 我们前面 在《量力宝藏论》里面 《相受品》当中也已经讲了 所谓的相受关系 那就是不能触开 同性相受和毕生相受 如果是同性相受的话 那么长和无常 在一个本体上 会不会同时存在呢 绝对不可能 如果是长有的时候 绝对不是无常的 无常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是长有的 这两个在一个物体的本体上 也不可能存在 然后如果说是毕生相受的话 那也绝对不可能 长有的当中 产生无常也不可能 无常当中产生 长有更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说 你们所谓的这种 作用与他进行关系的这种说法 绝对也是不成立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道理上 大家都是也应该非常清楚 比如说我们自己佛教 不管是你承认如来藏也好 承认空性也好 这些绝对不会有这个过失 前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过 尤其是我们在学习 中观众严论的时候 给大家都讲过 不会产生这种邪知邪念 但是如果外道的观点 他们会不会把所有的 世间万物造作者是长有的 如果说是长有的话 的的确确是有这些过失 对方不知道怎么回答 应该说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答 然后我们对对方的这种 回答方式一定要精通 以前有些法师所讲的一样的 虽然我们现在自相续当中 没有外道的这些边际 我执和边际的这些邪知邪念 这种邪见道念 这些都是没有的 但是很有可能 依靠一些邪知识 不好的环境的影响下 我们将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生起这样的邪知邪见 也非常难说的 很有可能我们的相续当中 无始以来都是当过外道 当过一些旁生等等 非常不好的习气 一直就像睡眠的这种方式来存在 一旦遇到一些 其他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你原来相续当中的 这些邪念的习气 马上成熟 成熟之后 你的相续当中产生了一些邪见 然后觉得非常合理的佛陀的正见 也产生邪念 很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一边祈祷 就是传承上师和文殊菩萨为主的 一些智慧本尊 同时自己应该 想想细细的 千万不能想 这是一种外道的说法 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也不是学外道的 而这种外道的说法 我以后不一定遇到这些外道 其实现在这种外道 相同的宗教通也应该是有的 如果没有 一旦我的相续当中 产生了他们那样的 边际分别念的时候 我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对治 这一点自己应该有所把握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经常非常的 总是对破斥外道的观点 我们也可能 尤其是五个光尊者 五个光尊者和 麦彭伦伯切的这些论典当中 一遇到外道的观点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详细地破析呢 原因是有的 我们千万不能想 这个我们不是什么外道徒 这些为什么这么详细地分析啊 有些人认为 现在这样分析外道 包括藏传佛教当中的 有些知识分子当中也是有 这是古老的一个学问 以前古印度的时候是有这些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这样的外道 何必用那么多的闭魔 开始遮破外道的各种观点 有这种想法 其实就麦彭伦伯切所说的那样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很有可能产生 所以我们每次破外道的时候 也应该反观自己 你看别人说是 世界万物依靠诸物来产生 他们的道理应该是 我觉得 并不是我们想的 所说的那样 有时候是这样的 比如说戈鲁派的观点 我们在按照我们 自众的这些辩论书 进行拨持的时候 看见好像他们的观点 的确是不对的 很容易折磨 可是我们到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以他们的方式来学习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理由 我想我们世间当中的 现在其他的外道宗教 也不一定是我们心里面 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自己有些也是经过 几千年的历史 所以说大家还是应该 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 这一点也很重要 下一个颂词就是 舍以使故一切法 以他非自主 只以不应称 如幻如化时 总而言之 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分析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万物 全部是依靠 缘起力而产生的 应该依靠各种各样的 因缘而产生的 堪布格尔在《入行论》的 诸书当中也这样讲 比如说我们当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其实生起嗔恨心 也有很多的外缘 因缘具足的 那么这些外缘 也有 比如说怨恨的敌人 他相续当中 有很多的费力作业 然后这些费力作业 前世的业障等等 许许多多的因缘 聚合一合才产生的 因此并不是一个人 或者一种事物 他自己独特的力量 或者有一种肚子的关系产生的 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依靠他力而产生的 而并不是自主而产生的 就是不如是自主而产生的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我们凡是学过中观的人 都应该可以清楚 通过中观的金刚 吸引等等 观察身影空性的道理 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万物 应该说是 没有自身 没有踏实 没有公式 没有无因身的 那么世间当中 现在这些幻化的显现是什么呢 以前仁达瓦尊者 宗喀巴大师的上师 仁达瓦尊者 他是这样说的 在《入中论》的讲义里面说是 四种产生都是没有的 但是所谓的缘起产生 也叫做第五生 应该产生的 第五种产生也是通过生意地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根本无法堪认的 《入中论》的诸书当中 也与仁达瓦的观点 基本上是相似的 有一种教言也是有的 但是我都是好像没有看讲义 已经当时我看的时候 八九年吧 八九年法王去拉萨的时候 我在这边讲一个 《入中论》的时候看过 但是有一段 记得有这么一句 也是跟仁达瓦的说法 应该完全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自己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所谓的产生 在生意当中绝对是没有的 但是在没有经过观察的时候 因缘聚合的时候 就像我们所谓的 嗔恨心一样 当它因缘聚合的时候 在世俗的 如幻如梦那样的境界当中 可以现前的 可以现前的 我们知道这些道理 实际上没有一个 独立自主的 他亲自想给你作害 或者让你生嗔恨心 没有这样的 既然没有这样的话 全是依靠 就像幻化一样的 因缘而产生 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对任何一个事物 包括我们无情法的 一些活性以上的东西 不应该产生强烈的嗔恨心 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因缘 幻化聚集的 因为幻化的话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懂得了 一切都是幻化的 没有这个事宜 那不管是嗔恨者也好 或者是悲嗔恨者也好 或者说嗔恨他自己的本体 全部是阳缘水和千达婆尘 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显而无自行的东西 如果你通达了这个道理之后 也应该是了解一切万法 就是无有任何事有 一种平怀茫然自禁吧 以前有第三代的禅师 他是这样说的 说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最后到达了所谓的苦乐 然后稀有等等 一切都入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那个时候你应该灭尽了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界限 因此我们相续当中 对外面的一切苦乐 一切现象破例 永远都是灭尽的话 那么到达真实的 《入菩萨仙论》的 最后智慧品里面 所讲的那样 无稀无有的这种状态 因此弥勒菩萨也是在 《经供庄严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诸法了知为幻化一样 了知为幻化一样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的路道转生处全部 也就是说你如果了达了 一切诸法如幻化那样的这种人 他即使是在路道当中转生 好像如业化缘一样 证悟到这样境界的人来讲 世间所有的兴盛 随败等等 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对你这样的人来讲 不会有被烦恼染污的 所以当然我们在座的人 现在一下子到达这种境界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想因为 依靠大乘论典的修行 对世间的很多身衰 稀有 得失等等 这些应该说是没有强烈的执著 一定要达到这种境界 否则我想现在很多外面的人 整天都是对自己的名 事业 对自己的世间八法 执著得特别的可怕 这也没有实在的意义 我们现在应该 真正对自己相续有一点利益 这种法最关键的 因此非常希望大家在自相续当中 得到的这些法 应该摧毁自己的嗔恨心 摧毁自己的贪心 尤其是摧毁自己的傲慢心 我在有些修学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自己也好 他人也好 看见特别傲慢的人 那即使说 他可以能飞到天空 好像他的功德 不一定用得上 的的确确我也有时候看到 我们闻思的修行人当中 也是有些稍微自己觉得 有一点点知识的时候 特别的傲慢 但这种傲慢 其实真的不要说 一些诸佛菩萨面前 包括我们有些人 真的要想问 我们比较简单的大圆满前行 让你讲一点 你到底会不会懂 有这种感觉 因此在自相续当中 有了傲慢心 那这个功德不可能增上 因此首先应该知道 自己即使说有一点点学问 有一点名称 还有一些钱财等等 但这些就像是幻化 就是幻化是所变化出来的 各种千百万现象 但实际上有没有实有呢 绝对是没有实有的 因此我们现在轮回当中 什么样的环境或者外境 也是跟幻化的形象 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此你如果懂得这一点 也不会特别的执著 因此大家都还是要懂得 无光尊者的这种教言来 对治自相续当中的一切烦恼 然后遇到一些对境的时候 尽量修持安忍 以幻化般的境界来 对治自相续的烦恼 那修行肯定有进步的 今天讲到这里 发布了ака文的词词 因为宇宙中和前ban人 在拓尘 对?-知即总是啦 哈哈 阿 啊iggers 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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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